严格林 金灵十三差 第十七章 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 我姨妈孟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 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默 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阿多纳多写了封信 告诉她赵玉默还活着 法比的外祖母是1945年10月去世的 给孤儿法比留下了一点房产 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她 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 赵玉默如何否认自己是赵玉默 法比的回信一个月之后到达 她说也许赵玉默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 随着日军在南京屠城 强某某的事件渐渐被揭示 渐渐显出她的规模 我姨妈对赵玉默的追寻更是切而不舍 她认为她自己的一生都被1937年12月的七天改变了 她告诉我 离开教堂之后 她和同学们发现常常冒出姚姐们的口头禅 或冒出他们唱的小调 那些昂兮兮的充满活力的小调居然被学生们学过来了 全是下意识的 偶然争吵起来 她们也不再是曾经的女孩 变得粗野 个个不饶人 你嘴脏我比你还脏 一旦破了忌讳 她们觉得原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男人女人不就那一桩事 谁还不拉不撤 到了想解恨的时候 没有语言比姚姐们的语言解恨了 那之后的几个月 法比阿多那多费了天大的劲 也没能彻底把她们还原成原先的唱诗般女孩 我姨妈跟我说到此 笑了笑 法比哪里会小得 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 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 学到了解放自己 在我29岁那年 我姨妈孟淑娟完成了她对13个秦怀和女人下落的调查 赵玉默是13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 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12个女学生 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 从威尔逊教堂餐厅里带走的牛排刀 但反抗未遂 当场被杀害 其余11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 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 两三年内相继死去 有的是试图逃亡时被击毙的 有的是染病而死 个别的自杀了 赵玉默的幸存大概应该归于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 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 因此对她的把手渐渐放松 使她终于逃跑成功 大概她是在做了四年未安妇之后逃出来的 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 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 我也找不到答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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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